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庄家思想有理论 就是我的1%的庄家思想有理论 我从95年开始从业 就是为投资人管理资金以来呢 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互惠基金 对吧 大家都比较清楚 看了我的书的人都明白 1%的理论就是说买这个美国的市场指数 就是以前的时候都是叫Mutual Fund Index 就是Index Mutual Fund 现在每个银行都有 当时我呢是做那个加拿大TDVAC的银行的Mutual Fund 这个时候呢他是每天呢只能做一次Mutual Fund就是4点钟之前买卖 买卖 第二天4点钟以后才能卖 或者是 对吧 第二呢这个特点是没有杠杆 对吧 这个我的这个1%的理论基础呢 就是每市场指数 在波动幅度占1%这个左右 根据我目前这个跟那个 现在有个叫人工智能AI啊 就是ChatGPT 它呢是 就是每天统治的话呢就是说 SPY的波动平均波动幅度是0.77% 对吧 所以的话呢 你在每个礼拜每天呢就是一般的波动幅度是平均在0.77% 就是1%左右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每天就是买一次 是吧 你只要5天时间 有3天赚 两天赔 或者是4天赚 一天赔 这样的话呢一个礼拜呢做1%是轻而易却的事情 从96年呢从95年96年呢97年做互服基金的时候呢 我就达到了这样一个目标 对吧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关键问题是在于就是这个波动 这个波动幅度就是1% 对吧 然后呢操作呢是每天一次 对吧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实现1% 每个薪质1%的回报 当然我们不是说每天都要对的 对吧 每个大概5天有4天3天对的 那就1% 所以是从做互服基金呢 基本上是没有低于1% 所以的话呢这个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我在银行里面做的时候呢 因为加拿大这地方是有很多这样的那样的规定 因为当时呢做Mutual Fund的话呢就是每天做一次呢本来是很少的 但是呢银行里面说这个互服基金呢是作为长线 所以他们转线每天做得出去的 但是呢他们那些开始的时候他们非常欢迎我做 我每次去的时候他就是把我当成贵宾 就把我一年呢就搞了一百多个客户 当时呢从两个客户开始 每个客户账上只有2000块钱 那年底呢我就这个融资 就是他们投资人分分加入 对吧 踊跃参加 路易不绝 就是从4000块钱呢到年底的时候呢 就是每个礼拜1% 然后再加这些投资人看到这么好的回报啊 就是这里面有几个因素 这个回报呢 这个 第一 比较稳定 第二 回报也比较理想 这个 就是刚才讲了 户费基金呢 你每天做一次 做index 这个就能够实现1% 这个 后来银行里面说我们这个是短期 这个长线投资不能给你们操作 所以呢 我就被银行里面就赶出来了 所以呢 我本来是想 如果是用这个户费基金 每天做1%回报呢 我就能够迅速的 这个管理大量的资金 对吧 所以呢 我就有希望成为最富有的人 自一 自小数 哈哈哈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解的 所以呢 银行里帮我赶出来以后呢 我就 做这个 做这个 外汇 跟那个指数 刚开始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指数啊 就是做那个 就是当时的时候只有指数持货 所以的话呢 你可以频繁操作 他们就数数倍 但是因为操作的太频繁了吧 反而 不行 是吧 如果呢 在后面一段时间呢 就是说 因为你在那个容易了 他还给你杠杆 就是说 因为Mutual funds不能有杠杆的 但是 石货啊 外汇啊 口片都有杠杆的 杠杆呢 是美国这个金融机构 美国这个整个大赌场的一个 深层的这个条件 就是导致人 导致投资人亏损的一个 主要原因和工具 作为外界也好 金融机构也好 交易所也好 赚钱呢 就是投资人赚钱不是他们的目的 对吧 就像赌场一样的 他们才是目的 所以呢 就是说 活动操作频繁了 活动辅助大了 特别是杠杆多了 这个呢 就非常难的 这个达到这个 百分之一才回报 所以呢 我后来呢 就是说呢 我就开始 因为当时的没什么资金 对吧 所以呢 客户也比较少 就是 我想以前搞 部基金一搞就一百多个货 但是呢 后来我就到这个交易所 买股票啊 外汇啊 指数啊 这些东西 就是资金少 这个时候呢 资金少这时候呢 你就 心态就 就不好 对吧 这个东西呢 经常是 呈生 贪婪很恐惧 就像我们到赌场里面去 看到人家赚多了 我们想赚 多一点 对吧 看到有些东西涨了 百分之十 二十 三十 五十 甚至呢 在美国股上里面有百分之 一百两百的一天 或者是一个礼拜涨好几倍的 所以呢 就是看到就想去 就贪婪 但是呢 有时呢 就是说 这些股票 美国的股票呢 它一个礼拜可以涨几倍 一个礼拜也可以掉百分之九十 其实现在这就是市场里面施杀呀 这些特别是用支撑机啊 或者这些 伟人性化的这个作作 就是非常容易 导致投资人的心态不正 不正常 就是一直贪婪一直恐惧 所有的人呢都 就像在赌场一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呢 我后来就是 人们一想 对吧 我在 就是说 因为 这个资金小 操作频繁 波动付出大 所以始终呢 就达不到这个 百分之一回报这样一个 一个稳定 连续稳定的一个东西 如果没有连续稳定的东西 也就没有客户 对吧 这个很简单 所以呢 我在 96年 97年啊 后来 通过不断的莫属 对吧 一直到2004年 对吧 2006年 应该说 我就突然想起来 要搞一个大的资金 这个资金呢 越大呢 就越稳定 对吧 就越能够达到这个回报 所以的话呢 我在06年到09年的时候呢 我就 拼命融资 对吧 这个资 这个资金搞大的 两个条件 一个是要靠实力 一个呢 是靠知名度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说实力就是资金多少的问题 第二呢 就是 知名度 你要如果管了一百万块钱 人家一百万富翁就来 管了一千万块钱 一千万富翁就来 一万富翁 一万富翁就来 对吧 一百个印度 一百个印度 就来 这个是 就是投资人出这样的 你有多少钱 他就给你 玩多大 所以呢 我当时在08年 06年到09年的时候呢 我就融资了5900万 这样的话呢 我就属于 千万的这个资别 是吧 其实按理说 如果不是因为证券会 就是 搞股的话 我可能是 管理的资金几个亿 或者几十个亿 三百个亿了 当资金大的时候呢 这个 当资金大的时候呢 这个 就 就能够做到 我来讲的庄稼思想里的 百分之一的回报 这百分之一的刚才讲的 这个百分之一的回报 这个关键是 第一是资金量 资金量决定你的心态 第二呢 是波动辅助 对吧 所以的话呢 我就是想 在资金大的时候 对吧 不要用杠杆 对吧 就可以 时间 百分之一 每个星期的回报 但是你要几万块钱 几十万块钱的时候呢 这个事情就 很难说 但是 在很长时间里面呢 因为 减少的时候就着急了 对吧 波动辅助也大 恨不得多赚一点钱 对吧 就是 贪婪 所以的话呢 我想的话呢 就是说 融资 那是最关键的一环 在06年到09年 我就 最支撑精力 对吧 在融资 然后呢 当资金 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就好怕了 所以呢 现在很多人呢 就 一说我是诈骗 他说 你说的百分之一 这么多年 你在哪里 其实这么多年 我就是想 首先是 第一步 就是融资 第二 不再做 所以在融资 刚好是运气不好 又碰到 是吧 08年的这个金融喊笑 然后再来 又碰到这个证券会 打压 所以呢 就 让我这个 事业呢 就 受到严重的促成 是吧 也就是说 人工流产 但是呢 其实 我这个理论呢 是绝对 是可信 可靠的 唯一的就是 资金量的问题 所以最近的时间 我就 啊 跟朋友 啊 一个金融的 博士 也是导致政治的 他呢 就 帮我这个编读程序 对吧 软件 就是 每天呢 就是说 涨百分之一 就把它卖掉 掉百分之一 买进来 然后呢 看到市场的方向 对吧 我来判断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 可以自动交易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还有一个的答案 大家知道 这个 曲线图 我给大家看一个图 分享一下 这个图呢 你看这个 这个SPY呢 就是说 就是没杠杆的 就没杠杆的 你看每一个 就叫日本的 拉筑图 这个拉筑图呢 你看这个百分之一的 这个 一个 一个拉筑啊 你看一个一个杠杆呢 就是百分之一 这样的频率是很高的 所以我根据这样一个原理呢 就设计了这样一个软件 然后呢 这是每天的图 就像我们原来做那个 物质基金呢 每天就是 你每天看到涨了 我就买进去 他是想继续买 对吧 这个这个可以这样 所以的话呢 然后呢 他 你看那百分之一的波动的频率 是非常大的 所以的话呢 这个 如果 现在就是没有杠杆 交易 只是在百分之一的区间里面 就 活动去交易 也不是就 所谓的 数量化 都是高频交易 所以的话呢 就能够 实现这个 百分之一的这个 这个 回报 最近的时间呢 我就用这个方法来 大概 是了两个月 是吧 这两个月呢 这个 回报还是比较理想 两个月大概是 那一百万块钱呢 就是我 就是一百万加币啊 现在美元 也七十三万 就是 两个礼拜 两个月呢 赚了百分之 就是赚了八十六万 就是十七万块钱是赚的 就是从七十三万 赚到八十六万美元 所以的话呢 近 回报是百分之 十五 两个月 那就比我那个百分之一的回报 还高了 高了一倍 这个呢 是比较稳定的 很多人就想 这个 风险有多大 这每天的风险呢 就是百分之一 为什么讲百分之一的庄稼事项里面 就像我们跟这个赌场一样的 就是 你在赌场就没杠杆 对吧 就是比方说我们赌百加乐 一千块钱 对吧 你只放十块钱 每次都十块钱 所以一副牌下来呢 你就 能够赚过百分之二十 对吧 就 这就是百分之二十的话 就是 一千块钱百分之二十 就是很多了 对不对 所以 如果你用 就是每天都是赚个百分之二十 二十的话 那 你就 非常稳 这个 我这个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庄 在市场里面呢 无论是做任何事情 对吧 就是外汇 指数 到主场局面去 都是实用的 对吧 我们现在编程序呢 就是不单独是 SPY 还有外汇 对吧 像 加元啊 澳元啊 美元啊 欧元啊 英镑啊 对吧 还可以 用于这个商品实货 这个程序呢 就是说 你把这个程序以后 就是 就可以了 就是 把那个开个账户 资金在你自己账上 然后呢 然后呢 把程序安装以后 他就自动交易 对吧 你就 不用担心 风险呢 就是在百分之一 一天 如果是连续掉十天 就可能是比较小的 那就是傻瓜 比傻瓜还傻瓜的啊 所以 今天稍微 给大家讲讲这个 因为很多人讲 说我是骗子 你说百分之一 你没做到 即使是百分之一的 在你的资金量小的时候 是非常难做到的 所以回到客户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 要搞一个叫 百分之一 数量化 中间思想和理论 实践的软件 这个软件 跟大多数软件不一样的 因为大多数软件 都是靠 技术分析 对吧 靠这些知识指标 最关键问题是 他们都是有抗感的 所以呢 基本上 因为 搞技术分析 大家都知道 都是同样 用同一个参数 所以的话 庄家肯定 就是不会让你去赚的 特别是用了杠杆以后 你就必死无疑 对吧 所以呢 你可能十次 有九次赚一次 就把你赔掉了 所以 这个我这个 庄家思想理论 这个 意义呢 是作用 意义非常大 就是说 我们做指数回报呢 就是SPY 你要如果 买了不动的话呢 从墙远来看 美国如果 对吧 但现在目前的美国的情况 不是太好 人们对美元不先行 所以美国可能有很大的麻烦 因为世界这个 去美元化 多质化 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的话呢 以前那时候我就鼓励大家 长线投资 不用动了 但是呢 目前用我这个方法来就是说 第一 波动幅度 第二 这个 没有杠杆 第三 双向投资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非常的安全 这就是人们想的就是 我这个方法呢 是 是对整个投资界的一个颠覆性的这个变化 相当于就是 做AMBB啊 做这个 这个 RUBER RUBER 还有做 这些这个互联网的一些生意啊 就是 颠覆了很多 全统的生意 我这个百分之一 专家思想理论呢 也是 持颠覆性的 是 请大家拭目以待 来 来 点到这里 点到这里 的 不管 感谢观看